所谓个性已经太多太多了 各种类型的都有 那您是会建议大家去走 就什么路线呢 我觉得因为现在 整个的大环境 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以前比较中规中矩 现在就喜欢能够活泼一点 然后能够反应机制快一点 应该是 就是说整个大环境在变的 因为现在网络也发达了 很多的资讯都很快 所以说我想当一个主持人 基本上我想很重要 自己在这一方面来讲 一定要有个心理见识 一定说你最基本的 要把自己弄得很活泼一点 要把场面弄得很热闹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话 想要来参加这样一个 这个名人之间的 这个华语主持人的话 你没有这样一个准备的话 你可能将来会面面到压力很大 对 那您平时就是 在主持方面的话 会有没有去做一些功课 或者怎么样 给我们的参赛者来建议 借鉴一下 我想对我们现在来讲 因为我们是日积月累 我们做的太多年 像我主持工作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 八九年这样 对 然后二十几年 那事实上我们各种不同的栏目 我们都做过 所以说呢 我们的经验比较丰富 那当然了 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参赛者来讲 那他们树莓评深 对这样的一个行业 可能从来也没从莫过 对不对 那我想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多看 多听 然后呢 上台的时候 尽量发挥 不怕错 错的时候呢 还能够想办法 把它给圆过来 对 这个方面就是有一点神经应变的意思 对 那其实这次奶哥 我知道是可能会要跟妮萍来做搭档 来所谓一个奶瓶组合来做评论 其实您对妮萍大姐有没有一些 对对对 我们还看过她这些主持的一些节目 我也看过 那我觉得不会有压力了 因为当然最重要的是 大家不熟 从来没有合作过 我想这个主要的压力应该会来自于说 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合作过 怎么默契 没有默契 但是我想她也是在主持界 非常非常具知名度 而且经验丰富 所以我想对我们两个来讲 都是一个在这个战场上来讲 都很长时间了 所以基本上我想磨合的时间应该很快 然后你想 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有志愿 对 然后您会在你的评语当中 因为可能我们会有点评 您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毒辣的语言 我想可能现在的 也就是观众的胃口就被养大 对 如果你讲得平平淡淡的 我想可能对观众来讲 也没有感觉了 但是你如果太毒辣 毒辣的没道理 我觉得也是不好 所以我相信哪个在这方面 肯定先拿捏这个 对不对 所以说我想应该是看当时 这个人的他的表现状况 我们这种拿捏的分寸 尺度 还有不要伤到别人的自尊心为主 我觉得这个